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爆发移民潮 对此伦敦市长沙迪赫汉表示 欢迎香港人前来伦敦 并宣布将拨款90万英镑 借助香港移民在英国的就业 教育和住房方面的需求 沙迪赫汉并称 英国对香港人有历史性的承诺 坐在伦敦出现对香港新移民的歧视 是不能永远的 牛塔变种病毒扩在美国正处于防疫关键期 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周四证实 一种目前无药可医的超级真菌 正巧巧的散播中 一致分属不同地点的两家医院 与一家医疗院内共三人死亡 少数患者出现侵入性免讯感染 三种主要药物都起不了作用 针对上个月位于中国广东 由中坝合资的广东台山核电厂 传出稀有气体浓度增加 一次燃料棒出现问题的事故 尽管中方与法方说法不一 22日法国电力集团建议 关闭中法核资经营的广东台山核电债 但也强调决定权在中国广核集团 台湾友邦海地23日将为遇刺身亡的总统摩依士举行丧礼 当局连夜施工赶建临堂 并预告将以高规格为安 国交部长吴钊县也赴海地驻台大使潘恩 向总统家属海地人民与政府表达畏畏 另一方面海地民众已经连续两天在摩依士的故乡海地搅示威 要求对摩依士之死查明真相 新唐亚太电视总理报道